他要每個月先生給他 5萬塊錢的家用 先生蠟燭兩頭燒 拿刀先把太太殺了之後再自殺 他覺得他跟他太太之間 只有錢 沒有感情 以前我問他說 你怎麼不找你 他說有小孩子 他說我現在有終於解脫了 如果要讓案件平起下來 那我覺得他最重要 第一就是看他進程狀況有問題 只要不正常的話 對蘇安佐是最大的用力 余祥全說是 憂鬱症復發 恆文基溶解的指數到1000 2005年被毒蛇老師 講過之後 開始憂鬱症要吃藥